我们这一节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国观察 我们也请来资深特派记者陈向如 来帮我们解说 向如姐好 西姨好 多余观众大家好 好 那我们一开始在这个中国观察要聊的是 大家这个吃瓜群众真的是看了非常久的 2021年大S跟汪小飞两个人离婚之后 这个戏还没有演完 至今都还在上演 大家每天都讨论度非常的高 像是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这个汪小飞跟张岚也就是大S的前婆婆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其实也有开直播常常是暗酸大S 包括像是说大S用电量一个月电费高达9万 而且还都是汪小飞付的 甚至说暗酸大S让汪小飞戴绿帽 也暗示说大小S两个人天天在吸毒 我们看到说他们这样子的状况 但是大S已经不忍了 他决定要提告了 那么想要请教上如姐 这个张岚他在大陆这边讨论度如何呢 大家都对他有什么样子的评价或是评论 张岚他就是汪小飞的妈妈 那现年65岁的张岚他其实是北京人 然后他同时也是大陆的高端品牌 又是餐饮品牌翘江南的创办人 那其实张岚他在早年的时候 有留学加拿大 然后回到大陆以后呢 就进入到了餐饮业 2000年的时候 就是2000年他创办了高端品牌叫翘江南 而且他大举获得成功 那时候张岚他回到大陆 可以说是大陆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批的海龟派 那么根据最新一期的胡润百富榜的估算 张岚他的个人资产达到了66亿台币 成为了大陆三大餐饮富豪之一 所以的话张岚你要说他很厉害 说实在是蛮厉害的 因为餐饮能够做成这样子不容易 对但是其实这一次 如果以就娱乐八卦 很多人在讨论的话 其实这个我看微博上面 很多人对他也是颇有为辞 对因为你想想看 一个女性企业家 首先的话你看他65岁 以他的年龄来讲的话 在大陆你要生存下来 然后你还要做生意 就是那个年代 不是现在的这个时候 网路这么发达 而且还是男女平权的时候 那个时候一个女性的话 你看他说那自然而然 在这样子的环境下长大了 他肯定很汉 没错我们看到说 这个很多HFS William 都跟向如姐问好 向如姐可以给大家打招呼好 大家好 这个校长补促说又是粉红色 William说粉红色Bobby 潜水姐说嗨Bobby 我们现在是这个Jesco 最近非常流行的Bobby 大家也可以去看 我们没有业配 就是大家讨论度很高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粉红色 也稍微呼应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话题回到刚刚大S 跟要对张岚 还有汪小菲来提告的状况 我们看到说 其实现在大S已经针对说 去年年底 这个张岚他们在直播中 有一些辱骂 或者是有点是羞辱 或者是毁谤的方式来做提告 他们在2月16号 已经跟张岚还有汪小菲来提告 而且控诉张岚的 已经4月20号就立案了 而控诉汪小菲的是 3月21号就立案了 那我们看这个 其实目前大S已经微博转发 律师事务所相关的贴文 除了对汪小菲母子提出告诉 大S徐希元和前夫汪小菲离婚之后 数度在网络开战 而父亲节这天的下午1点10分 大S微博在炮震撼弹 宣布已经对汪小菲母子党提出告诉 透过律师发出声明清楚的写道 认为张岚从2022年11月21号开始 不断在抖音直播持续性的 对徐希元实施侮辱诽谤等行为 今年2月16号对张岚和抖音平台 提起诉讼 至于前夫汪小菲同样不满 他在直播进行诽谤 也在今年2月16号提告 北京互联网法院在今年3月21号立案 张岚在儿子离婚之后 会在直播卖货过程 暗奉前倾家是披着羊皮的狼 甚至还会像这样子公布 骂虚妈妈的录音档 除了张岚之外 汪小菲也曾在微博发了20多篇文狂骂 甚至也曾开直播 直接点名国民姐夫 居俊也 从妈妈到男友都在被攻击范围 如今大S强硬提告 不止汪小菲母子党遭殃 认为抖音平台没有尽到管理责任 也在被告名单中 而就在大S公布这项消息同时 张岚抖音平台 她的员工也在直播间卖货 不少网友都敲碗呼叫张岚女士 也有人是来帮忙打气 似乎都想要听到张岚的正面回应 不过在截稿前 她都没有在直播中献身 而她的员工也都刻意避开敏感话题 TB新闻五日审物新宴 特别是报导 好 观众朋友李正宗说 上如记者好像派驻大陆 我以前常常看到55台 上如介绍大陆新闻 哇 好眼力啊 这就是熟客 熟客 有常常看 这个我们上如姐 也常常会特派在大陆 那赵姓志说 张岚在直播之后 一边骂大S一边直播带货 的确好像这也是她 最近被大家讨论的地方 觉得说她一边骂 其实好像她自己 一部分的业绩也成长蛮多的 那想要请教上如姐怎么看 因为大S现在 她等于因为她目前在台湾 等于说是隔海来提告 像这样子隔海提告的状况 虽然已经立案了 那对大S来说 到底是利多一点还是弊多一点 好 首先的话 其实如果你去上微博 你查相关的字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到了 有一个叫做邓高进律师的话 他就有po文 他说的话 他接受到了徐希元女士的委托 那么上海的 他写的是德河汉通的律师事务所 他有指派了律师 还有广东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话 也有指派律师 就部分的网路用户 侵犯了徐希元女士的合法权益事宜 发布了本律师声明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大家会想到说 到底是谁会比较站得住脚 那么首先的话呢 当然了 大S的话因为她入行很多年 那你说她的身边没有一些律师团队 因为她有经纪人嘛 有一点难说 所以的话呢 因为他们之前的时候 如果有演唱有表演 一定也会 多多少少都会跟律师相关的 那你说张兰 他本身的时候做生意 而且他还是一个企业家 你说他背后没有一个 很强大的这个律师团队嘛 也很难 所以的话呢 你看就是墙墙之间的话 这等于是一个互尬 还有的现在的话 你知道就是两岸关系 很紧张的情况底下 其实大S 他跟汪小飞之间的关系呢 已经演变成了两岸之间的关系 就是为什么之前的时候 他们两个离婚的时候呢 就是大陆网友一边喊说 哎呀这个 汪小飞加油张兰加油 然后台湾的人就想说 哎呀终于可以 大S加油 终于一吐怨气这样感觉 所以你看到现在的话呢 两个人又变成了官司问题 那想当然了 两岸的民众呢 这个吃瓜应该也是 对没错 看起来感觉好像 还会在持续一阵子 像这个李振州说 徐家和张兰连续剧好多 的确这个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戏剧好像演不完 而且现在看起来 好像还会持续的在演下去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帮大家 来掌握最新的状态 不过我们讲到这个中国观察 当然也要讲到 中国目前的现况 包含他们比较 所谓面临到的难题 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 因为当然 其实很多的状况 不会只有在大陆发生 其实很多都是整个亚洲的缩影 或者是一些反应的状况 像是不知道大家觉得台北的租金贵不贵 如果这个住在台北 或是曾经住过台北租房子的观众朋友 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来讨论 你觉得台北的租金贵吗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因为其实台北的租金 在全球20个城市排名还只是倒数第二 只高于日内瓦 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个租金痛苦指数去换算 台北的痛苦指数只有12.87 那你知道全球最高的在哪里吗 我们来看到其实是在孟买 他们租金的痛苦指数高达190 非常的惊人 而第二名呢 就是大陆北京高居第二 那我们想要请教一下向如 你有在北京生活过一阵子吗 就是有的时候会特派等等的 想要请教这个北京的房价到底有多高 因为像我们平常没有在那里生活 我们真的很难去想象 对啊 其实不论是北京上海或者是深圳广东 你都可以知道的话 反正就是沿线沿海城市的话 他们的租金都非常的贵 我举例来讲 北京在三环交通非常的方便 那你要想想看 一房一厅一卫一厨 那就是三万八到五万五之间台币 我都把它换算成台币 那你说为什么有三万八到五万五 因为有些三万八呢 是那种它不是方正的 它可能是有斜角的 那五万五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方正的格局 那你说那我如果是两房呢 哇那你如果在两房在三环的话呢 那就是六万六台币 那上海就更贵了 因为它更精致而且更小 对对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上海呢 也是排在第四名前五年里面 北京跟上海就占了两名这么多 像这个威廉说 不讲不知道原来北京租金指数这么高 的确真的是蛮吓人的 我们有点难以想象 因为我们其实常常觉得台湾的租金 跟房价就已经蛮贵了 那其实我们讲到这个租金的问题 除了这一个之外 其实中国大陆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像我们刚刚讲 它其实是亚洲的缩影 包括这样是少子化 生液率下降 其实目前是所谓普遍的现象 其实大陆在2015年 就已经取消一胎化政策 2016年开始所谓的二胎政策 但是其实除了少子化之外 大陆现在面临人口出走的状况 非常严重 我想要请教向如 我们看一下这个2011年到2010年 10年才10年出走50万人 但是到了2022年 就一年就出走了30万人 我想要请教 为什么中国大陆出走的状况这么严重 对啊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来自于疫情的风控 大家就会比较了解到说 其实在大陆真正发生大事情的时候 其实人没有那么的自由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还有包括什么 那就是你要落户 还有医疗 以及子女的教育 这些都会阻碍了 就是不论是人才回到大陆 或者是大陆人移民到海外去 好那你会讲说 还有就是政治的因素 很多人他会留在大陆 会受到的歧视 或者是他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 再来的话 华人既有的官僚主义的话 这些问题都会让一些高端的人才 感觉到的不太舒服 还有再来都是华人的工作压力 毕竟是比较大 时间拉的比较长 那这也对于之前的时候 曾经在海外生活过的大陆民众 会觉得有一点难以适应 还有一点 那就是虽然我们都讲说 在北京还有在上海 国际化的城市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他们在国际化方面 还是有存在一些比较不足的地方 很多的高阶人才 好那往往这些高阶人才 他其实是要对接的是全球的人才 对接的是全球的资本 还有你要去跟资源打交道 这些的话都因为现在地球已经是平的 好那么地缘政治已经改变了 不止外国要防大陆 大陆也要去防外国 所以的话众所周知 其实在大陆的话 你是看不到脸书的 你是看不到Line的 Line也许Android系统也没 但是苹果我就没有办法看Line 还有再来你是看不到YouTube的 还有Twitter这些都更不用说了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要说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国际化方面 因为有的时候他是必要的 他不是说我刻意一定非得 一定要去上YouTube干嘛 但是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城市的话 有一些他是必然的 好那更何况你知道吗 其实在台湾的话 不在大陆的话 只要每年三月全国两会 或者是大陆召开了国家级的会议 重视我们有翻墙软体 但是你要翻墙也会很难 是对所以的话呢 就这一些种种的话 很多人都会选择 那不如我就到国外去发展 就是比较困难的部分 其实对于可能很多人来说 都是一种成本啦 如果要比较麻烦的话 像这个Android说 大陆目前美商公司都在缩边 可能也是跟这样子状况有一些影响 因为大陆自从疫情封控之后 其实他们现在的经济还没有全部的复苏 因为之前封控的实在是太严重了 而且现在的话呢 他们已经有一点点进入通缩的状况 那大家要知道通膨很好打 就像美国的话呢 他只要咬紧牙根 然后你就是生息 你就是使劲力气生息 眼睛闭着就过去了 但是通缩的话呢 那就非常严重 因为他基本上有一点点难救了 那现在的话呢 就像刚刚的时候网友所提到了 很多的企业他们就在缩减人 不只是企业 其实包括了连官方单位 他们现在的话呢 都要把人踩到了最低 对的确哦 这个是一个疫情之后的 所谓后疫情时代的现象之一 那这个潜水人说 请问向如姐姐下次什么时候派出大陆 我要等到明明2月过完年以后 哦还有一阵子 所以表示大家还可以在这个直播节目 看到向如姐好一阵子哦 大家要敬请期待 好那这个飘飘然说大陆网路控管越来越严格了 是这样吗 真的 他们现在的话呢 就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因为大陆现在在外面敌人比较多一点 所以的话呢就是人家防他 他也防人家 像譬如说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在台湾使用了百度 就会发现到百度卡卡的 因为百度是大陆的搜寻引擎 那有些东西我们要用Google来搜寻的话 其实不太好用 你就会尝试的用百度去搜一些 因为我们要做的是大陆新闻 但你就会发现到百度什么卡卡卡卡的 后来就发现到之前的时候呢 因为武汉他遭到了美国的骇客侵入 武汉有一个实验室之类的 然后呢大陆他可能就是进行了一个通盘的检测 因为他可能会发现到有些东西呢 是来自于海外或是境外 于是呢他可能就会设下一些防火线或是会被挡 所以导致的话呢 我们在台湾上百度的时候 他有时候就会就是不太好进入那个网页 现在其实也比较少人在用 嗯就就就除非你工作有必要啦 对好那么的确可能也这个 这个上网越来越困难 可能也跟美中关系紧张多多少少 有一点点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 中国大陆面临的另外一个难题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少子化还有高龄化是亚洲 目前的共同面临的一个所谓的通病啊 共同的难题啊 那么现在中国大陆同样也是这样 他们现在高龄化的状况也开始越来越严重 而且如果大家记得这个日本过去有这个孤独死 就是老人只剩下一个人 然后死亡这样 然后都没有人发现 中国大陆现在其实也很怕会面临这样子的问题 长者没有人照顾 所以他们现在推行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奇招 就是他们说年轻人你只要在这个养老院 老人院照顾老人大概10小时 你的陪伴者 你就是你照顾老人的这个人 包括你可能是年轻人 你就可以免费入住这个老人院 而且不需要付租金 但是还是有一些条件 比如说你每个月最低要陪伴10小时 然后你就可以免费入住机构 目前已经有15到20人 其实已经完成了所谓的陪伴服务 那想要请教向如姐 这个目前他们是不是中国大陆很多的老人 需要自己一个人来自理生活呢 没错你知道吗 其实现在的话年轻人他们会到大城市里面去工作 那其实就算在大城市 像譬如说我们常住的北京的话 你在胡同里面 你随时可以看到60岁以上的老人 而且大陆的话 他限制退休的年龄又比较早一点 你女生60男生65 以前的时候比较早 现在可能再往后延了五年了 那你看就是这些人的话 你每次不用到黄昏 大概下午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满街的胡同里面 都是年长者 那你就知道他们老年的话 现在就是说的嘛 少子化再加上老龄化 对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可能跟我们以前比较不一样 对就是现在想要真正在老人身边的 陪伴的可能不是很多了 对的确这个老人 未来在晚年的照顾 的确是蛮重要的 因为其实就是怕老人一个人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跌倒 或是发生什么样子的状况 没有办法及时处理 可能就会发生遗憾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这一次 非常谢谢向如姐来帮我们 非常精辟的来剖析大陆 目前所遇到的一些难题 谢谢向如姐 谢谢心仪 谢谢大家 好那么这个网友张中东说 网路限定版本没有广告 的确我们这个网路直播是没有广告的 然后也可以跟大家留言直播 现场互动 所以欢迎大家来踊跃的留言 有任何新闻想要讨论的话 都欢迎来跟我们直接在线上留言 我们刚刚都会直接帮大家回答 大家想要问的问题 好那我们刚刚说到 其实中国大陆这边租金的状况 好像很严重 其实台湾租金很多人感受上 也觉得好像蛮高的 那么其实除了租金之外 房价也是大家非常有感的 但是目前政府寄出非常多的打房措施 像是总统蔡政府 他们也说现在房价已经压住了 未来甚至有可能看到 房贷负担率甜蜜点 就是可能大家负担相对来说会比较少 但是专家说如果真的要看到甜蜜点 恐怕薪水要加倍或者是房价要砍半才有可能 2020年12月央行祭出第一波打炒房措施 限制购置住宅贷款 隔年3月还有9月接连再出售 到了2021年底再来第四波的措施 今年6月又无预警实行第五波 为了解决台湾高房价问题 短短时间各部会万箭启发 只是打了这么多波真的有用吗 看到了内政部公布最新的第一季 六都还有全国房贷负担能力指标的部分 其中在全国房贷负担率是来到了 百分之四十一点一九连三季突破百分之四十 而至于呢在这个房价所得比的部分 也是来到了统计来的历史次高 同样以这份统计结果来看 全台只有四个县市 包括了嘉义县 屏东县 嘉义市 还有基隆市 保住房价在可合理负担范围 双北市都是超过百分之五十 房价负担能力若在过低等级 其中新北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一三 更是创下历年最高 从房价所得比来看的话 同样是以台北市的十五点二二倍为最高 等于要不吃不喝十五年以上才买得起房 大部分的民众都还是会奉行 以前我们所谓的三三三法则 就是大概房贷支出站整体所得的三成多左右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不管是消费水准也好 我们除了房贷水准以外 整体的消费水准在连续性的通膨的情况下 支出也是有提高 所以现在可能就不太能够再適用所谓的三三三法则 所以有些民众可能会把它上调到四成多 那以现在来说全国的平均确实是四成多左右 其实如果说说双薪家庭可能还能负担 但是单身自产困难度就会相对比较高一些些 只不过当民众还处在房市乱流中 不仅副总统赖清德对大学伸说台湾房价正在降 内政部次长花竞曲也宣示 操作的问题政府解决了 房价上涨的问题政府压住了 未来渴望再看见房贷负担率甜蜜点 我想作为政府的行政官员来帮他们自己的政策 辩护啊 讲好话 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可是我觉得关键是你现在所指的甜蜜点 我一直觉得是跟民众的认知是有落差的 那如果政府要这样主张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具体讲他所谓甜蜜点的指标是什么 现在政府在讲这种话 我觉得有点是这种半夜在坟场吹口哨 给自己壮胆而已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意义 根据世界银行提出的定义 合理的房价所得比 以发达国家来说 房价收入比一般落在1.8至5.5之间 发展中国家则在3至6之间 比值越大对于住房的支付能力就越低 以理想状态大约是落在4到6倍之中 台北数值是已经飙到了15倍 如果要达到所谓国际上的甜蜜点 等同要在房价不涨的前提之下 薪水要从现在的4万出头 翻倍到至少8万5 利率一升 经济成长率往下走 房市当然会受影响 那再来就是技术面在高档 它是脆弱的 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 它房价当然就会收敛 那炒作 因为你没有办法上涨 就没有炒作空间 这个叫做市场居置 其实上都是在收割政据 因为房市确实已经降温了 你再提这个 其实是大家各部会是在争相抢攻 政策不是不能说完全不能干预 而是说政策你要是针对核心 要命中靶心 而不是乱见齐发 台湾高房价早已是既定事实 要嘛房价腰斩 要嘛薪水翻倍 否则真想看到甜蜜点 恐怕还有很长很长一段路得要走 继续新闻中的融成文越台北 采访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